阿雅出品 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1869集 无形的天威 不可想象的能量场 宛若割裂了三千戒 洞穿了古今岁月 积电壁垒 附着在此地 那是一团白光 女子冲销而上 凌空而至 何医生 那所谓的大杀气 散发雷霆的神边 直接瓦解 化成一团鸡粉 如尘土般飞扬 本是归宝物质炼化而成 现在却像归于平反 称为结灰 这景象太可怕了 这是哪一级数的精神能量 智强还是无上呢 至于那盏被召唤出来的黄色的灯盏 其威能更胜是一桩杀手锏 可是 却在女子冲上来的刹那也被掀飞了 在高空中轰然一声解体 化成一片黄金色泽的蘑菇云 能量顿时沸腾 而后 他向着一片海水被蒸干了 那样的射氏灯盏 乃是从某一片智强古界中缴获来的几道兵器 诞生于仙古时代前 居然就这么被冲击的支离破碎 事实上 白衣女子跃入上苍引发的后果远比想象的可怕 无形能量释放 让整片五十一区都在聚颤 地表崩裂 黑色的空间大裂缝蔓延 各种古老的建筑物轰鸣 许之 这可是五十一区 镇压着各种古怪 有极道力量 有成天作祖的生物 也封印有一条又一条神秘的路径 关乎甚大 红隆隆的 一刹那间许多极尽厉害的禁制被激活 不少特殊的地带发光 可红穿某些大界的兵器迅速复苏 顿时 霞光横扫了天上地下 要血洗天地 恐怖的大爆炸在远方响起 五十一区全面大乱 原始白雀族的女子 与那拥有黄金血脉的年轻男子 以及这片区域的负责人 都摊在了地上 魂光都要炸裂 她们知道 惹出了天大的祸事 她们竭尽所能 想要看一看那白衣女子 难道就是传说中在史前斩杀过盗祖极强者的叛逆吗 然而 她们做不到 头根本抬不起来 镜像骨折被死死地压制在地上 额头已磕破 血液长流 肢体咯吱咯吱作响 五脏与骨头都已裂开 几乎要在一瞬间暴碎 所有这些都是那女子无形的气息自然流转所致 她们可是上苍生物 血统的源头堪称至强 祖上之行不可描述 不可理解 可是现在她们怎么比玻璃人都不如呢 她们唯一庆幸的是 这女子没有释放杀意 全都是本能外放的丝丝缕缕的白物 弥漫形成的尾压 不然的话 若有一碾压 哪怕是一缕能量 这里还有生物能够存活吗 太可怕了 那片污浊之地的生灵中竟有这种存在 而且能活到这一世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所有认知 不是说纪元更迭不可能再出现了吗 下方楚风早已目瞪口呆 那白衣女子冲销而去 冲击性太厉害了 沉寂万古后 现在竟顺破上苍而入 她想做什么呢 这就杀上去了 楚风很想说带上我 但是略微回过神 她就很现实地闭嘴 带她上去 那是自己找死 她现在还没尽上苍的资格 到头来什么都是虚的 唯有实力才是真 一切都要凭自己杀上去方可 我们是罪人 放上了一个大凶 那片污染源 究竟什么来头 其缘可不 赤梨男子低吼 精神波动 剧烈 她觉得别说是自己 就是自己这一族 都活不成了 放上来这么一个 不可控不可了解的存在 论起罪则 她多半要被事后 清算是灭三族 上苍的秩序 铁血而言苛 那些无上强者 规则的制顶者 必然要问罪 会清洗他们这些 不合格的看守者 如果她不好奇 不动用灯盏震杀下方 会引出这个白衣女子吗 她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这女子 之前多半是在长眠中 她究竟是哪个时代 哪一纪元的可不敌人 与上苍对立 居然在今天被她引来了 复苏于上苍 这简直太恐怖了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女子并未冲击 上苍广袤的疆域中 她只是抬手 在这片区域 与天地间猛然一绝 哄的一声 天崩地裂 苍穹洞传 这可是上苍 上苍之上有什么呢 她居然一把抓裂空间 像是要从天雨之上 攫取到什么 同时 她也在禁锢五十一区 无尽的能量符文 还有千般大道图形 以及各种的规则秩序等 全部朝着她 涌动而去 她在捕捉某种信息 汲取天地之源 想要获得某种烙印 与外人不可理解的东西 吃离男子心神都要裂开了 满身是血 骨头寸断 可她凭着一种本能 她觉得 白衣女子 这似乎是在找某种诡计 以及前人留下的消息 这太不可思议了 她到底要知道些什么呢 上苍入口这里 帕弗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几个生物 都想知道 它究竟要怎样 一声大道鸿鸣 不止于此地 就是各条秘境连着的世界 都跟着剧烈的颤力不止 乱天动地 恍惚节 像是万仙陨落 一声溃灭 千节都崩塌了 然后这片区域的生灵看到 那白衣女帝 决道手中的大道徒刑 规则秩序等 划成了一张暗淡而泛黄的纸张 成为一张积淀着 无尽光阴之力的信件 吃了一男子惊骇 通体发抖 居然真的是这样 他在举进某种诡计 某种无上的大道碎片 他知道有人给他流言 在场的生物全部骇然 这是怎样的伪力 竟在上苍的秩序 与无边的大道中留下这种痕迹 万古后时光更连 不知多少纪元沉浮 竟可凝聚成纸张 留下了这一信件 太可怕了 同时他们一震惊 这个白衣女子强得不可揣夺 疯子无匹 她竟可如此 凭借某种感应 就体会到前人流言 并直接拘禁而出 炼化成信件 真当时 惊是骇俗震骨硕金呢 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 也不可控 到最后 五十一区四分五裂 然后各种妖魔气息冲销 各种神圣能量激荡 有堕落先祖之主长肖 要破印而出 有无上的圣祖残魂咆哮 从某一罐子中脱困 让天穷一顺血色无边 有神秘的青藤 自一个瓦罐中破印而出 疯狂生长 要扎根三千截 五十一区乱了 到处鬼哭神嚎 原本这就是诡异之地 镇压了太多的神秘 与危险的东西与生物 现在不少禁锢裂开 危险气息绽放 别说被压制地下贵府的几人 就是极近遥远处 一些盘坐在神庙中 身体数十上百万年 不曾动弹的生物 都疏得睁开了眼睛 骇然尸死 身体上尘土速速而落 各自大惊 有人低吼着 或是 这是负责镇守五十一区的 一些巨头